因為你如果升數呢 其實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影響 大家好 歡迎來到大聲中的頻道 我們今天玩少年晚將傳 主要這條影片想跟大家分析一下 熟覺究竟有哪幾個武將推薦給大家使用 推薦方面 我們會從以下幾個途徑去探究 首先我們會分幾個因素來考慮我們的選擇武將 第一個考慮因素就是武將的入手難度 首先在紅象方面 紅象方面我們有幾個途徑 第一個途徑就是將雲商店 所有武將都可以透過將雲商店獲得 第二個就是玩法商店 玩法商店會有競技場商店 首先要推薦姜維 因為姜維是最容易入手的紅象碎片 以及每天都可以買10張碎片 如果要升6星的話 新秀來說是十分適合 另外就是軍團商店 軍團商店亦很推薦王中 這兩個單群的入手方法 足以令大家用最快速度升到4星等級 另外還有就是列轉 基本上列轉都有齊所有武將 接下來我們看看那幾個武將的定位和分別 首先第一個武將是我們推薦趙魂 趙魂的優勝點就是輸出技能有347 這招技能的輸出傷害也是現時最高的百分比 而他有附帶條件就是60%可以令到自身加4點怒氣 同時自身的傷害提升25%持續4回合 如果我們得到4點怒氣的話 我們可以更加有效地連續在第二個回合出到一招技能 因為這遊戲主要都是靠角色的輸出為主 究竟哪一個角色可以最快使用到技能呢 這也是致性的關鍵 所以他在第二個回合已經可以再重複使用技能 也是這角色最大的優點 而第二隻我會選擇張飛 張飛同一元尼亞都是最高的物理傷害技能 但他會有多個附帶條件就是增加自己額外的攻擊力 以及攻擊的強度 同時加50%令到目標額外受多180的傷害 也是一個非常好用的輸出角色 而他跟趙魂都一樣是對方一列造成 是一排過的 第三隻就是選擇奶媽 奶媽大家都明白了 不論是通關或者打無傷的關卡 都是要一些奶媽去保持我們現有的血量 所以這個奶媽最好的地方除了可以回血外 而且可以隨機令我們其中一個單位怒氣提升2點 亦可以令我們更有效地使用技能 另外我們會選擇姜維或者魏妍 我們看看魏妍吧 因為魏妍我未升到7星 所以我們就看看技能預覽 這隻角色的輸出是前排造成240%傷害 30%令到人家有魂狀態持續1回合 同時令到人家減少治療的增益 持續2回合 而且他本次攻擊會有30%額外命中率 最主要的實用點就是可以打3個目標 即是一個前排 同時有30%令到人家暈倒 另外減敵方的治療增益效果的使用性偏低 另外姜維 姜維是一個單體輸出的角色 450%物理傷害 自身可以提升2點怒氣 同時加攻擊力和命中 所以如果大家想多一點輸出角色 可以選擇 趙雲、張飛、姜維 這三個都是輸出類型的角色 如果大家想有控場的角色 就可以選擇魏妍 最後會帶多一隻王宗 王宗就是剛剛說的原理 因為他是一個最容易入手碎片的角色 他的技能就是對全體角色造成150%傷害 還有15%是減少人家怒氣 減怒氣也是最有用的一招技能 所以在前期方面 如果大家組紅象 個人推薦就是 趙雲、張飛、王宗、姜維、韓筒 這幾隻是個人十分推薦的 如果大家到比較後期 都建議大家 將另外剩下的魏妍 都將他升到滿星 全部屬角的武將升到滿星是最理想的 因為當後期我們慢慢可以 操到一個金將的碎片 就會開通了坐陣的技能 坐陣的技能是 只要你有上金將 5名金將就會開5個位 1名只開1個位 而金將最實用的地方就是 坐陣武將的品質、升級等級越高 坐陣的屬性越高 所以看到張飛和龐筒的能力值 會加成多於魏妍的原因 因為魏妍我未升到7星 等級也會有個差別 所以首要條件就是 建議全部屬角的武將 都將他升到7星是最理想的 援軍其實到後期都未必有用 因為你都將你們所需要的武將 全部都放到坐陣位 另外說到金將 金將之前也說過 也有一些關家是可以獲得碎片 最早期可以獲得金將的碎片就是雕蟬 其後就是馬超 馬超也是個人十分推薦 玩熟角的一定要必升的其中一個武將 入手途徑已經是一個最好的優勝點 可以透過列轉這個關卡獲得 另外深遠商店也可以獲得 馬超的碎片 所以各位去到中後期來說 馬超這隻熱銀物 最容易升到這角色上6星或7星 接下來屬角還有3位金將 第一位就是黃月櫻 劉備 最後就是諸葛亮 諸葛亮還未出現 首先說說這兩者的入門方法 其實劉備的入門方法相比之下是比較容易 因為去到後期我們可以獲得金將碎片雙一之外 我們也會獲得金將碎片雙二 這是透過活動而獲得 金將碎片雙二便可以獲得劉備的碎片 如果大家要用黃月櫻的話 目前還未見到有些新的金將碎片雙 有黃月櫻的出現 所以如果要升黃月櫻的升數 其實都要靠金將萬能碎片來升 這就是我第一個考慮因素 第二個考慮因素可以看看角色的技能 對前排角色造成339的物理傷害 60%可以減露氣 以及減別人攻擊力2回合 同時我方目標傷害加成提高30% 都是2回合 這角色的定位很明顯是減別人露氣之餘 再減攻擊力 另外有一個Buff的效果 提升我們全體的目標傷害 另外就是月櫻 月櫻因為她打的數目是打2個 是一列的 所以傷害值都會比流比高 她的附帶條件就是 同時我方全體目標命中傷害 都會有35%加成和持續2回合 並且使我方隨機有2人回復露氣 兩個定位都會加我們自己的攻擊力 而黃月櫻會隨機提升我們兩個人物的4點露氣 一提升完這個露氣 就可以下一個回合馬上出技能 看完這2個角色的技能 我個人比較推薦劉比 劉比因為她首先會打3個敵人 同時也可以減人露氣和減攻擊力 同時我方全體目標傷害提升30%的回合 而黃月櫻只打1列的對方 如果在攻擊數量來說 劉比是打3個 黃月櫻打2個 這裡就有一點點分別了 當然傷害會提升了 但如果你說傷害 我個人比較推薦馬超 馬超的單體爆發技能 她的傷害是語遠高出剛剛提及的2位金將 而她的Buff加成會加命中和傷害 35%也高於劉比5% 都是2個回合 但如果你說她的隨機2人回復露氣 那數量就比劉比少了 劉比最少可以選別人露氣3個 當然有這個60%發動 當然黃月櫻這招也是100%可以 讓我方2個人緣回復露氣 但是我們又要衡量一點就是她的入門途徑 如果你真的要把這招技 加露氣變成2個人回復的話 是要把這角色升到7星 7星其實已經是很後期的事 所以為什麼我也不會推薦黃月櫻呢 原因就是因為她的培育方面 也挺難的 跟劉比相比之下 我覺得劉比又比較容易入手一點 要升到7星的困難性 比黃月櫻來說是比較容易 除非後期會多一點 入門金像碎片的方法 我才會推薦大家 練一練這隻黃月櫻 因為如果你的升數 其實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影響 3星是27000 去到7星是30萬 分別真的十分大 如果大家覺得 就著隊伍組成方面有什麼意見 歡迎在下面的地方互相討論 喜歡的就按訂閱按鈕 還有按LIKE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